我們蔡大小姐家族聽說也是下死人 他就可以用居住正義當作他競選的口號 陳明文超好錢的勒 申請農委會百億養豬基金 利益衝突迴避案件 陳出不條 民進黨執政七年 忽然有一天睡醒了 現在我在當總統勒 有錢的人是不是沒有資格出來帶遊行 有錢的人是不是沒有資格講居住正義 我就問大家嘛 有法律規定嗎好沒有 我再再問 2012年到2016年 這兩次總統選舉 蔡英文家族 你們都把黃國昌他老婆嘛 侯友宜他老婆嘛 娘家那邊的房子都算進來嘛 郭台銘的身價嘛 聽說啦我們蔡大小姐家族他們那個家族 聽說也是下死人幾百億上千億的 那他就可以講居住正義 他就可以用居住正義 當做他競選的口號還不是遊行呢 是為了要拿到政權 7月16號這兩個訴求居住正義司法改革 這兩個訴求是你蔡政府選舉的時候拿出來講的 然後你當選 你這八年不做 我們人民看不下去 我看不下去 今天跟誰有錢 哪有關係 你今天叫一大堆人在那邊文化大革命 啊我們有錢啦 官長有錢啦 黃國昌家裡二十幾個啦 喔郭台銘啦侯友宜都要出席啦 你直接講賴清德不出席就好了嘛 你敢不敢講賴清德不出席 我記得那一天 我們去民進黨 他說他支持 我問一下喔 陳明文超好錢的呢 現在還去養豬場 我在這邊我警告民進黨 你這一條看辦不辦 陳明文違法了知道嗎 陳明文在立法院 喔一二五六七起會起的時候 他都直接監督農委會預算 結果他公開承認喔 就是說他監督農委會預算 但是他公開承認 用兒子的名義 申請農委會百億養豬基金 我就想問利益衝突迴避案件 陳出不窮 像陳明文這樣公開承認的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我再講一次這是違法的 所以請陳明文出來交代 你身為一個立委 你又在監督農委會 你為什麼叫你的兒子 去跟農委會 申請百億養豬基金補助 好我們再來問陳明文 有多少地 有多少錢 有多少房子 我就問嘛 民進黨執政七年 忽然有一天睡醒了 現在我在當總統耶 七年過去了 對齁 有齁 對齁 有居住正義耶 去看 你還沒聽到的 你也有聽到嗎 我呢 有意思 你怎麼能icular 我呢 有意思 我會聽到的